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我都喜歡 我覺得旅遊的時候我會非常放鬆和享受 大自然很漂亮 還能感受到別的文化 碰見有意思的人 還有讓人激動的經歷 我想告訴你們我第一次去中國的故事 我從香港坐汽車很快就到了廣州市中心 那特別熱鬧正是車水馬龍 我背上我的大背包手裡拿著一本有心手刺 書上說有一個便利的賓館在山面島 在廣州南部是一個比較安靜的地區 我開始問馬路上的人問他們知不知道哪個地方 但是那時候我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說 當然不會說廣東話 我說的是英語 他們都做一個動作 意思是我們聽不懂 那時候我進文拜了 中國人不會說英語 哎呀怎麼辦 我笑了 我的起語氣開始了 但我並不著急 我知道總會有辦法 然後我看到了一個大酒店 就走進去 問那的人你們會說英語嗎 一個人回答說我會說英語 怎麼能幫你 哦 到山面島 沒問題 你出了酒店 前面有啟吃醬 你應該說六爐茶 他就到那個地方 我看了看他的手 我記得 聽說中國人熟漢話的時候 他們用手指 一二三四這樣 所以他說 六爐茶 他也用他的手指 說六好 我謝謝了他 出了酒店 過了馬路 外面 外面有很多去吃醬 那現在怎麼辦 我又開始問人 一邊指公公汽車 一邊說六 讓他們看看我的手指 這樣他們明白了我的意思 幫助我找到六爐茶 終於很高興 我到了 三個月以後 旅遊完了的時候 我決定 我肯定要回中國來 因為他們的說話和寫字 非常有意思 我對他們的文化 也很感興趣 但是最重要是 每個地方我見到的中國人 他們都很友好 很可親 如果有什麼問題 他們都很高興幫助我 請我跟他們吃飯和啤酒 我希望在我的國家 我跟他們做的一樣 如果我見到外國人 也要讓他們覺得很尊貴的客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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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